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期的黑学公园 我是艾文 我是金花 我是CIS 今天还是继续这个 超级英雄的话题 我们知道在17年 这个福斯 在这个电视剧上 也有所动作 有这个天赋异禀 刚才听你们聊天 还在说 CIS觉得这是近年来 颇具颜值的一部美剧 是不是 对这里边 男的女的 我觉得都是该帅的帅 该美的美 然后该漂亮的漂亮 而且这里边 不是一个人漂亮 是都很漂亮 当然也有一些 就是金花 可能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 所以他一会儿会主要去讲一下 他怎么去喜欢人家的 用善天方老师的话 就是高大的威猛 瘦小的精神 是吧 对 确实这部片 就是颜值已经 已经出破天际 因为它是真的通过颜值 造成了一个网络社会现象 就是北极星小姐的刷屏 对 她的发型装束 好像最近有一些 APP应用 抖音 抖音好像非常火 一键换装 或换发色 而且就是在 她刚出的时候 朋友圈刷包过一次 然后这次抖音刷包 我不知道 抖音的刷包 是不是商业行为 因为我看不到 但我看不到任何商业价值 因为对吧 没引进 对吧 就是我看不到 她商业价值在那 然后但是 有可能是抖音自己做的 但确实是说 抖音可能会从中挣钱 但并不是偏方给的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就是包括这个 颜北极星的这位小姐姐 也已经入住了微博 然后在微博上玩蝴蝶刀 就非常的酷炫 就她真的这个漂亮 成了一个 真是通过颜值 引发了一轮话题 她从一开始 就是刚上那部剧的时候 我记得看了第二集 第三集 就是还在持续更新状态下 那个时候所有人 就是当她一出现的时候 你看那个弹幕 我的北极星小姐姐 就那个时候就已经造成 我的 对对对 你的 是吧 大家普遍对这个演员 情有独钟 但是 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看网上 很多人都喜欢她 就是我也试图想喜欢她 觉得我没喜欢成是吧 因为她可能装饰比较前卫 你是不是比较喜欢 像她那里边还有一个 美梦似的 那种感觉 因为咱刚聊完 那个科罗佛档案 我比较喜欢 科罗佛档案第二集里边 那个女的 就看起来比较 大眼睛 对对对 比较正统一点 脸上发不呼的 我不太喜欢太瘦的女的 我喜欢比较瘦的 那你就是喜欢美梦 因为贾维斯喜欢美梦 贾维斯喜欢美梦 我们都打起来了 就是 传统 传统 我们不要传统 不是美梦 他跟你抢是吗 还是 就说谁最漂亮 这个问题 因为我是不太喜欢 那个颜色太奇怪的 那种 头发太奇怪的女孩 可能 个人喜好不同 咱在这就不说了 咱今天就聊这部 男的能打的 这部天赋一饼 小心网络 那个人肉你 没关系 他是讲的 这个变主人的故事 我们知道 在今年18年 那个福斯 其实有很多 这个有关 超级英雄的大戏 对 变主人的 有一些可能是 已经确定要 国内引进 有一些可能还 现在不太确定 对 而且这部剧啊 应该是承载了很多 今年接下来的 这个变主人的故事 对 都跟这部剧有关系 这部剧 现在说不太好 就是有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福斯的 这个片子 就一直 宇宙观世是混乱 如果干条时间线 因为这个天赋异禀 现在大家 基本上认为是金刚狼三 这个宇宙 就金刚狼三 就是那个 刚刚那个 在17年初结束的 这个金刚狼 对 但是金刚狼三的前表 时间发生 应该发生在金刚狼 就是金刚狼 应该是时间更靠后 然后变主人 基本消亡 这个故事 是发生在之前的 因为他们有些事件 什么715事件 什么的 然后X战警消失 什么的 这些事件 是用了同一个事件 是这个宇宙的 可是他那个里面 不是还有 去讲到 我不知道 逆转未来里面 他讲到 整个卫兵计划 哨兵计划 在每个宇宙都有 哨兵计划 是在每个宇宙都有的 就是他应该是 这条线的 然后死事 就今年可能还会有的 死事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是 死事那条线 他跟所有宇宙 都不都 就跟那个 正常的X战警 老版没联系 新版没联系 然后这个版 就是所谓的 这个金刚狼三的 这个宇宙也没联系 它是单独的死事宇宙 然后呢 好好好 回到这单单聊 我们知道 这个福斯手里边 其实有很多 这个变主人的 这个版权吧 我这么一看 这么一 好像变主人的 这个出场人物 好像比这个 漫威的复仇者 要多太多了 对 因为变主人 就是比较多嘛 当时是打包给他的 就全卖给他了 就所有是变主人 都归你 是变主人 就是你的 哎呦 我的天 连死事这种 不是变主人的 都归他了 当年得多惨啊 当时漫威 基本上倒闭嘛 就马上要倒闭 我的天 那我问一个 就是比较小白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个之后 还看了当时同期 还有一部上映的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非常可爱的 电视剧 微电影 叫什么来的 什么动画片吗 不是不是 《幻梦历险记》 什么 能不能想想 赶紧头脑风暴 就那个讲的黑布尔 他们那个 变 变 艺人 我就问一个 比较小白的问题 就是同样 其实还有一人族那一帮 他们难道不算是变种人吗 就是 他们不算变种人 他们是艺人 就是 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这个 我没记错的 就是 艺人族是照着变种人造的 就是外星人 他们就照着 就是变种人造的 这个艺人族 不是 他们这个能力 也是天生的吗 是天生 就是遗传基因 就是艺人族是这样 就是每个普通人 都可能拥有这个基因 所有人类都可能拥有 你不用变种 但是呢 你要通过那个什么 太润根物 然后你用那个 太润根物水晶 然后在这个雾里边 你过来之后 你就变成一个碱 然后这碱破了 你就出来 你不一定是 你要不碰见那个雾 一辈子 你都是普通人 变种人是我 天生就有这个X基因 然后我到青春期的时候 就开始发作 然后会经过几次变种 很多人是多次变种 等等等等 你看看 他这个漫威这个世界里 有这个 赵金 有这个 什么这个 变种人 还有艺人 我感觉这个人类 在这个社会里 是弱势群体 人类逃得太少了 也不说 他有哨兵 哨兵虐变种人 虐得跟一楞 因为这个电视剧里边 你也就会看到 就是人类打变种人 打得跟玩似的 就是变种人是 落荒而逃的感觉 然后那个人类 其实是一直在后边 追杀的这种角色 我也是 我看到第3集的时候 好像一帮那个社区的 这个暴力 暴力群众 就是要去那屋子里 就很厉害 你给我出来 出来 你给我出来 我有武器吗 人一出来 邦记得往人倒了 我说你不是欠招 他们没上武器 就上了那个哨兵武器 就打他们 就很简单了 是吗 我说你要真怕人 你离远点 人真出来了 他你们又不行了 我说这 我说这还真是有意思 然后来来来 咱讲这件剧 这个 今晚你是把这个剧第一季 现在全都追完了 对对对 都看完了 其实整体感受吧 说实话 我觉得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 确实是颜值超高 他的颜值高 不是说光漂亮 是很多人还原到了 真的是让 我觉得还原的非常到位 就是跟漫画中 那个人物形象出了 感觉很 尤其是那个雷鸟 因为在那个 逆转未来里边 有雷鸟二代 那应该是雷鸟二代 跟雷鸟一代 虽然不是一个人 但他们是兄弟 但是那个人就感觉 弱一点 就感觉没有这个雷鸟 这么的更像 他的那个 生蒙 对对 生蒙 伟岸 就是这种 大壮的这种感觉 出出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好一面 不好一面 就有点慢 他节奏就有点拖 我是说实话 我看的第一集 看完了 我就气了 我也是 因为你能为什么 我看第一集的时候 因为我是跟那个 离家同盟一块看的 我感觉太像了 一开始就讲 那个小孩的学校里的事 完了 磨磨叽叽 也半天不出了 然后我就是第二集 我是隔了好多天之后 才追 完了 我感觉第二集 开始把这个故事线 就慢慢能带节奏 完了 发招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看了 就是后来就是 因为有时候没得看 因为确实也忙 所以就气了 然后隔了一段 就看了看 又看了看 觉得就是 提不起来 就是进度太慢 然后我到什么时候开始 是不是因为你看这个 变主人电影太多了 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 对 你有你容易说 可能性 我希望他速度再快一点 然后就是整个节奏再快一些 然后但是呢 我后来就 我旁边同事 我旁边同事 一直一直在看这个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看到一个屋子里边 一个黑人大哥 坐在这个老板台 进来三个女的 长得一模一样 我这个金发美女 对吗 就是小短裙 高跟鞋 丝袜 这必须得看呀 你最后还是 你最后还是冲着这个颜值看 开玩笑了 因为那个是不公鸟姐妹 那是我非常喜欢的年轻一代变种人 我没想过这个角色被挖出来 这个是非常令我没想到的 然后就是我就开始重新努力了 从大概第四级 第五级 七年之后开始看 不公鸟姐妹什么出来 不公鸟姐妹什么出来 第十级才出来 一共十三级 第十级才出来 所以从第十级之后的 十一十二十三 看得特别爽 这是作为你啊 因为你之前看我 都漫画了 你看那剧的 你那一个可能会看到一些角色 你会兴奋起来 其实我看这部剧的时候 结果联想到了 时间前的另外一部美剧 你说的是Heroes 很像 我也觉得是 有没有很像 特别像 这个剧里边的那个 就是那个父亲 就是检察官 特别像里边 他都是像那个诺亚 对 诺亚 然后而且他那个带着女儿 女儿就是克莱尔 对啊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其实一直是保护女儿 但是女儿其实有超强的 战斗力能力的 他就是 他跟诺亚之间就插了一个眼镜 就插了一个眼镜 很像很像 而且这个设定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你要这么说的话 Heroes那应该对 跟这个故事结构来说 是一个新的作品了 是不是相互之间 可能还是有借鉴 对 我觉得一个是有借鉴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Heroes 可能在借鉴他的一些东西 在去做 然后包括他里面 其实阐述的那些人的能力 无论是自愈啊 还是说 这个人能时间停止 我觉得最逗的 就是那日本人 能时间停止 还能穿越时空 我觉得英雄就是被 那个时间穿越 给玩坏了 最后就玩烂了 这个能力 千万就是轻易不要出来 一旦出来 这时间一错乱 就好多戏 都没法演 闪电侠 不是据说也是 因为这个玩花 坏了 就不要随便穿 不要随便穿 因为最能穿越的是X战警 X战警穿越跟玩似的 就时间穿越 但是现在很少有人敢这么做 除了你转未来做了一次 因为一旦穿就乱套 我曾经尝试过几次 想看那个变种人的漫画 后来我觉得我看不懂 就因为你看了某一本 然后他可能讲的是某一个宇宙 就是某一个系列 然后再去看另外一个的时候 他讲的跟那之前的都没有关系 而且就是即使竹宇宙 你也看不懂 那竹宇宙里边是那个木狼 就木狼寻乡 那个木狼到了竹宇宙 小秦就17岁的琴格雷 被拽到竹宇宙 一个已经快死的金刚狼 又遇到了一个刚刚出世的 这么一个琴格雷 然后又产生恋情 然后这个时候 原来那个金刚狼 又他妈复活了 就是看X战警 漫画最逗的 就是看原子之战 就一场大战 然后两个凤凰 就两个琴格雷 三个冰人三个野兽在互打 就是不光是未来传 过去也传 就传到一个点 打成一锅粥 就特别乱 就所以一般别传越 真的 咱们一说又了解了好多话题 咱们今晚还是讲讲 你看完这13集 就是不光是你刚才说的 你对这个不姑娘姐妹 是很喜欢 其实还有很多事 还有很多故事 其实这些人出现 都挺有意思的 因为咱们先从最主要的 这个北极星 先从人物开始 对对对 先说是北极星 因为很多人就特别喜欢 因为前两天 有一个朋友问我 就是他是一个漫威漫画粉丝 就是他觉得 现在很多人 特别喜欢北极星 他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你也不知道 北极星是谁 你就光喜欢他的颜值 你玷污了这个艺术作品 就是我觉得放宽心 放宽心 我觉得这个太没所谓了吧 我们只要喜欢就好了 对我觉得大家真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地方 我因为这姑娘漂亮 我喜欢这部电影 然后看了这部电影 体会到了变种人里边的 这些故事和感情 其实这是个好事 真的 所以先说北极星 因为北极星在这里边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片有一个特别厉害的 比较厉害 跟之前有些区别的是 正式提X战警了 他正式是在这个X战警宇宙里 他有X战警 有这个变种人 变种人兄弟会 有这个地狱火俱乐部 对 这个兄弟会是 我记得有一集 他提到了说是什么 好像是在那一场战争之中 死了自己孩子的一个黑人的 黑人的一个 也是一个政府 对对对对 他好提到说 我不关心什么什么这些 那兄弟会 兄弟会是怎么 他这个兄弟会是跟咱们 就是在其他作品里边 认识的兄弟会 是同一个组织吗 就是万磁王的那个兄弟会 万磁王有个组织 叫变种人兄弟会 就是他是 他是这个负责人 他是这个头 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 就是邪恶的这么变种人 然后X战警是正义的变种人 然后呢 这个我们看到故事里边 北极星所组建的这个地下组织 那意思是这个 X战警 收编了 就是X战警把这个北极星 给挖掘出来 北极星原来应该是躁狱症 然后在金人民幻院里边 然后被这么一个变种人 X战警挖掘出来 说你来保护变种人 建立这个地下组织 它相当于是X战警的分支 等于就是在这个剧情里边 前几集一直在逃跑的 这几个人 对 他其实是X战警下边的一个分支 对 但是X战警消失了 就是在他设定里边 就是发生了什么什么715事件 这个事件 我记得是金刚狼3里也提到过 这个事件之后 这个事件之后 X战警就彻底消亡了 就是没有人知道 X战警去哪了 就是这几个主要成员 对 不在了 这个组织没有了 这个组织没有了 对 那这些人呢 就不知道 不知道去哪了 让金刚狼带着到 那个墨西哥边境了 他们不是去到 另外一个宇宙 然后开始混战了吗 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好几个一块打的 那是漫画里的故事 就是说这个里边的设定 就是说那些人就死掉了 或者说消失隐退了 X战警没有了 但这个分支组织还存在 那等于咱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就是可以联系到去年的金刚狼3的剧情 是在那个剧情之后 之前 之前 对 之前因为是金刚狼带着教授藏到一个地儿 好多年 就是他们在藏的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那已经就是老狼跟老教授的这个年代了 对 然后呢 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个北极星小姐姐是这个 X战警分支的这个负责人 这个地下组负责人 但是他的亲爹是万磁王 是兄弟会的这个老大 这么厉害呢 他为什么他会磁力 他的控制跟万磁王完全一样是磁力 这是万磁王最宠的小女儿 因为他就剩这一个女儿了 原来最宠的是红女巫 后来这个漫威说红女巫不是亲生的 然后万磁王喜当爹好几十年 这个万磁王我就是在电影里边 他的这个孩子死了好几次了 不都是他第一个恩雅 那个小女孩是故事里也有的 就是万磁王的有一次能力大爆发 就是因为小女儿被好多当时的 叫什么东欧的这些人给杀死了 然后他能力大爆过一次 就在那次大爆发之后 然后才有的什么 他媳妇什么出走什么的 这些他自己也出走 就这些情节 等于之前电影里边死的是他第一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 然后后来他又有了 有了快银跟红女巫 那是北极星的 北极星是他在美国的时候 睡了一个女大学生 然后女大学生就怀了 因为在后来的里边 这北极星提到过 就说我不承认那个是我爸 就是他没有提到万磁王这个名 就说我不承认 就是你们说那个人是我爸 我爸是个飞行员已经死了 然后后来这个不公鸟姐妹 对后来不公鸟姐妹就一直在 在说你就是有一个亲爹 就是你知道他是谁 他给过你一个徽章 然后这个因为万磁王在这个漫画里边 也曾经加入过地狱火俱乐部 然后而且是当到了白王 就是就是很厉害的这个首脑 所以这个不公鸟在故事里边 一直说你爸曾经是地狱火俱乐部的 这个王 你要回来 你要回来到地狱火俱乐部来 就一直在 后期一直在教唆他干这件事 那北极星那个出身还很厉害 对啊 虽然是变主人 但是那个相当于有这个老大级的这父亲 对啊 尤其就是后来 后来在漫威的 因为我看的那个 因为现在漫威设定里边是 红女巫和快音不算万磁王的孩子了 说是搞错了 那就是人亲爹亲妈生的 不是万磁王这个什么媳妇给送哪什么 这都没有都没有 都是万磁王被骗了 万磁王洗当地好多年 现在万磁王就剩一个孩子了 就万磁王就剩一个孩子 就是北极星了 所以万磁王现在最宠北极星 北极星的能力是什么 就跟万磁王一样控制磁力 其实这个可以值得 就值得一说的是这个 这个他控制的不是铁 他控制的是磁集 他控制的叫磁力 所以在片子里边 因为这个片子就是 懂点物理看会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可以控制信号 就是他发能力 可以让手机信号屏蔽 因为他控制的是整个磁场 磁力 就是因为 因为在这个他用了一个 整个漫画里边 是用了这个最原始的 不叫最原始 就是相对比较科学的宇宙 构成宇宙的四大原力 不是那个 那个就是原力与你同在 那个原力 就是物理学现在承认的 就是电磁力 电磁力 强力 就是核强力 核弱力 核引力 然后呢 等于是他可以控制 这四大原力之一的 电磁力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就是我觉得后边 他那个 有那个 有那俩小孩 是能控制强弱力的 就是 这个是本身物理就存在的 然后呢 所以他能够控制的东西 其实还挺多 但是他现在比较年轻 所以他控制不了那么强 但是他在监狱的时候 给他带了一个项圈 这个项圈是能屏蔽他的能力 对 那个项圈其实跟设定 也不太一样 因为有人提到过 就是说 他那个东西里边 一看就走过电 你使个磁力 给他破坏了 不就完了吗 你不就腾一下吗 忍住腾 一咬牙过去了 因为在原漫画里 说定是带上那个圈 你就任何能力使不出来了 因为我估计他是为了 因为我们前几期看着憋屈 就是 这个爸爸在监狱里 他妈 北极星在监狱里 一直在逃亡过程 你看不到让人特爽的点 然后大家能力也不怎么展现 所以我估计他也是为了弥补 这个他在监狱里边 得有几场北极星 发飙的这个戏 所以他就变成了 带着这个圈 还能使超能力 但是会疼 但是让观众看着也难受 憋屈 有点bug我觉得 对吧 就是你那你都这样 控制大桌子了 你没人不给自个儿 向圈给先弄坏了 对吧 这个 其实这部戏里边 一开始几集 这个 有两个小孩 这两个小孩的能力 你也是 这俩小孩是比较神奇的 这俩小孩 其实在刚开始看的时候 不知道俩小孩是谁 俩小孩号称是原创人物 但有原型吗 但实际上后来就有一集 出来了就是这个 这个就剧透了 这个后来发现 他爸也是变种人 对吧 你后来 他不是他 关他爸 是他们一家的 其实都有变种人的血统 而且特别逗的是 他爸其实在一个 反变种人的一个组织里边 就是其实跟那个 哨兵计划有很强关系的 他是作为一个 像律师一样的角色 检察官 对检察官 就是叫什么 公诉人 对 你可以这么来理解 然后他就其实在起诉 这些所有的 这个犯过法也好 每个犯过法也好的 这些变种人 他是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他实际上 他自己就有变种基因 而且他的父亲也有 而且他的上面还有一个更牛逼的一堆双猫台 就是他上头是 现在是追溯到他 这个 这个爸爸 这个爸爸的爷爷 这就是这俩小孩的祖爷 祖爷 祖爷和 这么像 姑姑奶奶 他祖爷跟他祖姑奶奶 两个人是两个特别猛的变种人 这两个人携手可以颠覆一切 就两个人手拉手 就可以毁灭世界 这种感觉 这两个人实际上 他们现在是 我看的翻译是叫这个斯科拉克 对吧 斯科拉克 他有的翻译是叫别的名 叫什么 但肯定是 就英文是这个 叫斯特克的 是叫斯特克吗 那个翻译 就甭管怎么样 这个翻译你会发现在 在复仇者联盟里出现过 好疼 在复仇者联盟 傲创纪元 在复仇者联盟 傲创纪元的开始 美队 美队他们去突袭一个 这个关着红女巫 和这个快银的那个 就是这个 九头蛇地牢的时候 有一个戴着 一个一边戴着眼镜的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这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 斯科拉克男爵 对 就这个斯科拉克男爵 这个斯科拉克男爵的 就是本身自己就有超能力 他是因为生化改造 所以他给自己的两个孩子 他给自己的这个双胞胎孩子 这个姐弟就给这个 做过这个实验 改造他们基因 这俩孩子出生就有超能力 这两个孩子出生的超能力 就是手拉手 可以创造一种叫做 叫做崩解光束的东西 就可以看到东西就都碎掉 我觉得就是他们 就是能够把这个 这个四大原理里边的 这个什么核强力 核弱力给毁灭 然后让这个核 从这个原子核就就粉碎 我觉得就能达到这个程度 我这么厉害 那打灭霸进来 那俩死掉了吗 然后呢 这两个人就是说 变种人的寿命 是不是也跟成人一样 对有一样的 有会长的不一样 就看他的能力是什么样 这这两个人就是 因为在这个故事 天赋一饼的故事里边 这两个人是核心 就是没有出场 就漏过一次面 是回忆的阶段 这两个人就是成为了 这个男女 这两个男女主角 小孩的这个祖上 然后呢 等于是他们的爷爷 就不希望自己的后代 还有这个X变种基因 所以就使劲方法 让这个俩小孩的 爸爸的X基因 没有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他爸爸 虽然有X基因 任何成能力没有 其实这个爷 他有基因 但没有能力 因为对 因为让他们爷爷 在不停的给做实验 换血 打药 让他就把这个能力 给阻断了 阻断了 就是说咱们 这系里的检查 对 他是变种人 但他没有变种人 这更糟心 我觉得 他能不能 就是再被开发 不知道 我一直想看 第一季结尾 会不会被开发出来 但至少看完 第一季是没被开发出来 因为他爸爸 因为后来他爸爸 就去找他爸了 他爸发大招了 他爸能来大火球 什么的这种 他爸那个招 就基本上相当于 之前那个双子 他们俩携手之后的 那个力量 然后他能把 那块整个 他都移为平地 但是没发出来招 然后让人家 给打了一枪 就挂了 就是这个其实能破 你知道吧 就打枪能打死他 但是就说 后来这个爷爷 就问这个爸爸 就说 我这俩孙女 因为他们这个父子之间 是有很大矛盾的 说二十年没说过话 因为后来就发现 他爸爸在这个调查机构 就在这个研究机构里 专门研究变种人 他去找他爸了 后来他爸就说 我就问你 我这孙子跟孙女 什么能力 就说一个 这个孙女是可以 这个聚合 就可以把空气聚合 或者把水聚合 能够把这些东西 给聚合到一起 这个孙子 这是孙女 孙子呢 孙子是撕裂 可以把什么东西撕碎 就比如说 可以把墙震碎 可以把什么东西打碎 然后就 这个爷爷一听 卡 坐地上了 完蛋 这跟我爸妈 会的一样 一定的 不是爸妈 是爸跟孤吧 对 爸跟孤 这跟我爸跟我孤会的一样 他们俩携手 就毁灭世界 所以这两个孩子 手拉手 会创造巨大的能量 这是到后半程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点 故事点 第二季就叫 地球危在旦夕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个故事 是跟九头蛇有联系的 他没有改名 所以这两个小孩 虽然说在X战警里没出现 但他们的祖上是出现过的 但他祖上是 九头蛇 对对对 九头蛇的人 因为他们祖上是 坏人 因为这个故事里边 他们祖上也是坏人 祖上也是坏人 他们就是在想 我们祖上是坏人 我们也有祖上的能力 我们是不是能变成好人 然后最后 姐姐跟弟弟之间 发生分歧吗 就是 他弟弟好像是有点要 叛逆 对 因为他弟弟后来就说了 说这是 就后来他妈说 说咱们别闹 咱们是一家子 然后这个 他弟弟那个话的意思 我理解了一下 就是我那个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所以的话 我得代表变种人 对我得弄死他们 弄死他们 他弟弟 他弟弟最后就说了一句 就是说 妈妈就说 咱们都是一家子 他弟弟说 咱们不是一家子 这个家里边只有我 对于我们的家族 是觉得是荣耀的 我对于我的祖上 有他妈超能力 毁灭你们这么多傻逼人来 我他妈觉得是光荣的 你们都觉得是不好的 你们都不愿意承认 是这家人 只有我是这家人 所以到最后结尾的时候 他弟弟就叛逃了 姐弟分离 弟弟就跟这个 北极星小姐姐 一起叛逃到了地狱火 一起叛逃了地狱火俱乐部 然后 别管好这孩子 对 其实他爸爸就一直在管这个 其实这个片里边 有一个很核心点 就是教育问题 其实他说的是教育 也不是说的 就是里边真的有很强的包含 就首先 我就觉得 我就说一点 我觉得这爸爸是这辈 这个片里边最惨的是这个爹 本身是个天赋异禀 有超能力的人 但是被他的爹管的 就不许你按你的爱好来 不许你按你的想法来 你全部砍死你 然后呢 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然后呢 这个亲爹 这个亲 就这个爹最后爹 就即使这样 他的就是他爸爸 就是这个爷爷一直在说 我只是想让你过正常的生活 这才是幸福的 你爸也经常跟你说这些话了 对对对 但是最后他过上了吗 他没过上 因为再有了下一代的时候 就再有了下一代的时候 问题依然出现了 变种人的事情依然出现了 所以他爸爸就重新走上流亡生活 就你命里注定 你是变种人 你要过流亡生活 你就得走上这条路 你想想他的那个经历 他小时候从小被严家管教 然后突然生了两个女儿 然后这两个女儿也天赋异禀 具有这个很强的能力 他现在放之认知 让他们自由发展 然后他现在正在体会 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 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心情 而且就是看到 就是他爸爸 就是这个父亲 这个父亲去看 就是这个父亲去对 这个有超能力的儿子 说话的时候 你能感觉 我觉得演得很好 胆怯感 他没跟超能力的孩子沟通过 我怎么该夸他 有时候夸两句 其实你感觉好像没夸什么 爸爸沾沾自喜 爸爸沾自喜 我夸的挺好 我把儿子教育的很好 你能感觉他内心没有体 我觉得你就好几场戏 演得特别特别到位 你觉得他演得特别假 其实不是假 是那么一个父亲 对于这个孩子 他没有超能力 我该怎么教育 我觉得他内心运温 都是一个抓头的状态 你知道吗 就是在跟任何人说话的时候 无论其实是跟他的孩子 还是跟他那孩子的母亲 还是周围那么多 身强力壮的这些变种人 每次要干点什么事 都先抓头 这他妈怎么弄啊 对对 但是当他后来知道 自己有变种基因的时候 就更糟心 我他妈也是变种人啊 然后我还没能力 谁还关怀关怀我啊 然后我这样 保命的方法都没有 而且就是他跟那孩子 开始说你绝不能杀人 就是最后他孩子杀人了 然后杀的还是变种人 然后只是为了救更多人 出来之后特无奈 你要想你救了人 你就感觉他特别无助 他对于孩子没法教育 就是他儿子最后说了一句话 就说我 他说父母要保护我 我们需要保护吗 我们这么强 我们谁保护谁啊 其实你也会提到 那父母是在保护这些孩子 不要去伤害别人 其实真的 就这里边这父亲 这个戏太纠结了 这是最最最惨的人 好啊 相对来说 那个妈他就比较放心 那个妈就是一如既往的 就是哎呀 他妈是不是有能力啊 他妈没有能力 他妈的能力可能就是 那个能用这种 戏声戏语的这种语气 然后去安抚身边的每一个人 能把大家凝成一截 就是社交能力非常强 医传学上讲不是说这个一般孩子这个遗传妈的基因很多吗 但是他就明显是遗传他们家爸他爸他爸那戏的了 但是他妈也挺神的 是他妈在这个戏里边表现出了大智慧 就是他妈这个家里边就是他爸是变种 就后来发现自己是变种人就很很无助 各种无助 然后但是他妈就至少知道我是人类 我要在你们边怎么怎么生存 就是他妈在里边很多关键时刻点就起到了领导作用 而且真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能够拼出一切 他妈演的 他妈是我特喜欢的以前一个美剧叫玩偶屋里边的一个女演员 就是长得非常好看 但是岁数稍微大了点 真是一部非常有颜值的电视连语剧 不是我觉得他妈在这里边演的那个 没有演出他爸那种无助感 因为刚开始 刚开始我一直觉得他妈发现他爸也是变种人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身边这所有人都他妈是变种人 我怎么办结果并没有 他还能把所有人全都给结合起来 而且他还能跟人家怎么说 就是像领导非常领导者的那种风 反正可能是个摩羯座 然后他能把人家全都给领导起来 你该干什么 你该去垂墙去 还是你应该去把那个墙给弄 弄得更加怎么样的 然后你该去搬东西去 还是我让我孩子去干什么东西 他其实非常有这种领导的决策能力 我觉得你说的对 他是摩羯座 因为真的表现出那种坚毅 也就面对这种问题 还他妈的能够就是沉稳的去思考 这个真的他妈这个形象在里边 我还挺喜欢的 等于刚才咱们聊了一下这家的 也把这家的 其实他们头上的能力 跟大家说了一下 其实这戏里边的 就是一开始前几集 这流亡的这些人里边 他们的能力都比较强 对 就是前几集比较出彩的 这个好像是一个亚裔面孔的 这个角色 闪烁 他是闪烁是吧 他好像能开这个什么 任一门 对 而且后来再编译就编特漂亮 就是范冰冰演的 冰冰演的嘛 哦 是吧 他是在逆转未来里边 是范冰冰演的 就是他逆转未来里 是冰冰演的 非常漂亮 真的 我觉得那个是很惊艳 我觉得 就是好多在好莱坞 去参与好莱坞的这个角色里边 范冰冰演的那个闪烁 是非常惊艳 而且好像在外国也得到非常大的认可 而且我记得那里边是少有的变种人 他们之间的那种携手操作 反正就是闪烁 跟冰人吧 那是冰人 还是都有都有 跟好多人 反正还有刚离世是吗 对 然后他们之间就有很多那种携手的动作 在逆转未来里边 那场大逗的戏特别帅 所以他这里边也成为一个关键人物 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 这回这个演的这个闪烁 是还年轻的闪烁 他在漫画里边最早的起源 他就是一个亚裔吗 我应该不是 但是我跟你讲 有可能就是之前范冰演过了 大家都得到认可了 所以在这部戏里继续启用了一个亚裔 我应该是 我印象中他至少是身上有很强的颜色的变化 看不出是什么意义 而且更关键的是 这个角色在漫画里边早就死掉了 然后在漫画里烂没名 然后在一个平行宇宙 就是在一个平行宇宙期刊里边火了 在平行宇宙的一个单独期刊里边火了 火了之后 这个就是被漫威重新给挖出来 给弄复活了 但他在主宇宙里边一直是酱油 在主宇宙里边一直是打酱油的 因为他这个能力也要谨慎使用 因为他这个能力会对剧情造成一些影响 因为他想任一门 如果他这能力控制不好的话 可能观众会觉得 你让他开个门 他们就立马就过去了 但是他里边有设定 就是我能够开什么范围的 我是否要见过 就是离我有多远 有什么东西阻拦 他都是有设定的 所以就是S战警好的 就是他所有东西是有一个上线设定 不会让观众会觉得 他开个门就行了 他这会不会就造成 比如他这门开的时候 我人穿过一半 但这门闭合了 那个是他核心的杀杀招 就是他核心的杀伤力 他想杀人就用这门开一盒 用门的开盒 就可以让你撑两半 这个挺吓人的 这个就很厉害 因为S战警里边 小队行动一定会有传输者 等于现在咱们小队成员 有闪烁 一开始其实北京星应该也是在这个小队里 对 然后还有 我记得还有一个大壮 有一个肉盾 他是什么情况 他是叫雷鸟 他是这个逆转未来里边 那个雷鸟的哥哥 因为他有这个全名 这个全名能看出来 他是雷鸟的哥哥 他的能力就是 图乱娃的一二三合体 就是 有一吗 有有有 大劲 大力 拽车门 说拽就给车门拽掉 大力 金刚铁骨 金刚铁骨 刀枪目入 然后顺风 牵连顺风耳 这个牵连顺风耳 为什么是也给他身上赋予了 其实他我怎么觉得不是牵连顺风耳 他好像更多的是 他有一种很强的感知能力 他能知道这件事情 比如摸你的电脑 知道你这个电脑的前世今生 对 你电脑里边哪块电流现在正在不工作了 他能知道这些 然后还知道说你这电脑之前 还经历过哪些不好的一些经历 还有一些特别 那个他没有 他对电子设备没有 他主要是靠摸地 就是他几大功能 就是比如听 就是高敏感度的听觉 就确实有顺风耳的这个功能 然后这个牵连是什么 他是摸地 摸地的话 他感知 比如有人在离着三公里那边跑步的 你能够通过这个手 感觉到地的震动 我能感觉到 我怎么突然觉得他特像那个 咱小时候看这动画片里边 那个警察 就是西部那警察 鹰的眼睛 熊的力量 对吧 然后爆的速度 那这人我觉得挺厉害的 这个又能能闻能武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他是什么这个退伍的军人 他超能力 他还有技巧 对 他的开发已经开发到很高程度 他还是这个 他的设定应该是印第安人 他本身就设定是印第安人 我问这美国人 好像一提到印第安人 就老觉得 老也奔着这个狼 就是你明白 你为什么明白 就是在中国设定 不会是一二三娃合体的 一二娃 就是一三能合体 那个牵连顺风 而绝对不会说 跟这种力量性的合体 为什么美国设定会合体 他受印第安文化影响 他感觉他是有动物性的 有灵性 对有灵性 像狼 像熊 像豹子 像鹰 就是他拥有这些东西 肯定是被人揍我 就具有捕猎性 你比如说你被谁 狠狠揍我一顿 你都觉得你会神化这个人 他是具有捕猎性的 其实除了他之后 就是还有一个男性角色吧 也是有很大戏份 而且他的女友 好像是一开始伤了 然后这个男的 这个龙虎子 应该是叫鱼尔香 墨星哥 就是他女朋友是北极星 对 所有人全都特别 是不是期待成为的那个角色 而且他好像 他的能力也挺有意思 他是正经 被就是重新 就是怎么讲 为了这个电视剧 重新做的这么人 他是原创人 对 因为实际上本身他有原型 他应该是太阳黑子 就太阳黑子也是在 我记得也是在 逆转未来里有吧 就是那个浑身着火 那么亡命亡美喷光的 那个我记得没错 应该是 那不是火人吗 那肯定不是火人 那个是 我不记得 那个 原来里那个应该是火人 因为那个谁 X销售跟那谁在一起 没有 那个肯定不是 对你不能说 那肯定不是火人 就是这个太阳黑子 是这样 就是他就是能够发太阳光 能够发太阳光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就是本来原计划 今年三月份 要上一部 这个福斯的电影 叫这个 这个新变种人 也是属于 埃子战警系列吧 在国外好像说 算不算再说 但确实是变种人的 这个故事里边 就有太阳黑子 就讲了一群 年轻变种人的故事 然后呢 这个福斯就是不希望 他的这个电视剧 和电影发生冲突 就是你们最好是 虽然不在同一个宇宙 但也不要太强冲突 所以就把这个 这个片里的太阳黑子 给改名了 改成叫什么日食 也有叫什么礁石的 反正就看翻译不一样 就我们就管他 今天叫日食吧 就改成了这个人 这个人的能力挺酷的 而且好 他身体里只好 找他身体受到创伤 这个光就能冒出来 好 他身体里边就是 蕴含了大量 他应该是在未来的 再次变异之后 就是他会分多次变异 最后就变成全身都是光 对对 他最后就全身是光 那做人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你想什么呢 不是我觉得那样就没意思 我说我变种人 我有这能力 能力就是别妨碍我 日常受销 这个可能一会我们会聊到 就是变种人是分等级的 他并不是高等级变种人 所以像在戏里 我记得有一场戏 北京在监狱里边 遇到一个就跟鬼似的 那个等于他就是属于 这个能力就是比较低了 对 就是没法演 也不是说 我觉得不能说能力高低 他就是说 因为像他们所谓的 就是我们知道 电影里边叫一级 二级三级四级 五级变种人 凤凰是五级 他是靠能力大小去衡量的 实际上在漫画体系里边 叫Omega Alpha Beta Gamma 什么 Ipsum这么去拍的 就是Omega级变种人 是最顶级 凤凰这类就属于 Omega级变种人 Omega级变种人 是属于 Alpha级变种人的 能力最强者 就是Alpha级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能力可控 我可以控制我的能力 我 而且能力强大 而且我的外观 外观不改变 这是对变种人的 三大衡量标准 比如说金刚狼 就属于 就不属于这个级别 你觉得金刚狼那么强 不属于这个级别 因为他能力不可控 他的自愈能力 是 他不能说我不想自愈 我就不自愈 他会不停的去自愈 比如说雷射眼 雷射眼也不属于这个级别 因为雷射眼的眼睛 对啊 不停喷光 他不能停住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就不好 你说我想看看你的眼睛 对 看不了 这是一个特别 这是 这是根据雷射眼 特别厉害的一个梗 就是没有 他喜欢的女孩 怎么看他的眼睛 就是四目相对 这件事对他很难 就是爱马弗洛特能编钻石 活到凤凰之力的时候 能够看 那 爱马编钻石之后 是没有感情的 他编成钻石之后 会完全没有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 他看他眼睛有什么用 那我觉得这就不好了 对啊 而且好像这夜行者 对 他属于更低一级 他的外貌被改变了 对啊 可能咱们用一个科学的角度 来讲 这就是残疾 对 你可以这么说 那像那模型女 她就是随便变化了 自己的外貌了 她的原太史蓝 她也不属于最高级 我觉得这都不好 包括你看监狱里边 那个小胖姑娘 对 真的那样了 你说这 因为在后来 因为特别有意思的是 其实在之前的 S电影里边 没有去特意提这个事 但这回特意提了 虽然是没提分级 就是后来 他们救了一个小孩 就是一堆变种人 被救出来 那堆变种人都是 外貌没有被改变 他至少不会是 相对较低级别 他不是α 就是β级的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小孩 跟这群人格格不入 因为他的皮肤是蓝的 因为他的皮肤是蓝的 就是他比那些人 等级低 他会在里边有自卑心理 然后最后闪烁 找到这个小孩聊 因为闪烁也是 他的眼睛和耳朵变形了 会被别人直观认出来 然后这个闪烁就会 就会说 说我们都是这种 就是能够被认出来的 你也不用太自卑 就是他特意提到这个 包括后来 那个美梦死掉的时候 在葬礼上 他们那个北极星 还说过说 美梦 美梦 他是 美梦是选择了 因为美梦是根本就 外观任何改变 没有 他可以装作人类一辈子 他可以装成普通人一辈子 他站出来帮助我们 就是不一样 所以变种人内部实际 还分的比较复杂 所以我觉得 有能力肯定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的形态都改变了 然后让你的这一生的社交 什么都无法选择 我只能去当变种人的时候 对 其实这个是变种人 一个很核心的痛苦 就变种人是痛苦的 他中间有很多的这种痛苦 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个也区分宇宙 你像那个野兽 他在某一个宇宙里边 还当了议员了是吧 这后来在那个就是 故事里边 就是他确实也改变不了生态了 但是后来美国人接受变种人 这是他们经过长期斗争的 因为野兽也是 初期他是人形 到第二次编译就变蓝了 我这一开始还挺精神的 一小伙 对 然后你能看见一个就是大狮子一样 但是是蓝色的 然后跟那个被瓢染了似的 然后穿着一个西服 因为我老觉得野兽 他是属于另外一个星球的 因为他可能有一个星球 就全都是他这样的 所以我老是每次看着他 抱着这么一个幻想 对 包括刚才说 那个美梦的超能力 是给人一只即一 什么的 这个角色也特别小 好像还是个反派 就是在原设定里 根本都找不到 人家隐姓文明 做过心理医生 卧槽 这绝对做 对 他讲过 他之前是专门帮助那种家暴妇女的 就是他在过程中偷偷的去替换他们的记忆 让他们把这种痛苦记忆给消除 那人家层次比我高 我就想那做心理医生正强了 开个诊所 人家这直接就是这样什么扶贫了 人家帮助弱势群体 层次 人家可能是做公益事业的 这里边其实也有点这个想法 也是做公益事业 他们非盈利 因为美梦完全可以 就是完全可以活在正常生活里边 做个有门的 而且他那个能力 他妈的 他那个能力 还是这种精神类能力 他做普通人可以 特别有钱 对吧 想爱谁又爱谁 咔给人家这个 你爱我的记忆就完事了 对吧 我咔我见面给你 你欠我一千万 你又得还我钱 对吧 这太厉害了 对吧 但是他就是 所以他人物设定很细腻 他之前是帮助那些 被家暴妇女的 所以他后来帮助变种人 他自己也自身也是变种人 然后还有一个 其实好多人没太注意的是 那个就那有一个 一直摁电脑的一女的 一只摁电脑的 贤哲 是叫贤哲是吧 贤哲 贤哲已经出现过 金花的金花漫画很多次 对 贤哲 贤哲泰沙 贤哲也是这个地球 贤哲不是那个 另外星球的吗 就是他是到未来 在故事里边 在漫画里 未来他在各个平行宇宙 去行家仗义了 但他本身是源自于主宇宙 当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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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福斯的这个体系里边 这个宇宙本身 就已经很混乱了 不是 那个我就想 这些影视剧以后 会不会出现评的教授 这当评的教授出现的时候 该怎么表现 也装在评的 评的 吓人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然后这个 这个 贤哲泰沙 这里边表现的不太强 因为他实际上设定 但是这个设定 应该是已经设定了 他后期了 就是贤哲泰沙 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电脑操作员 他的超能力是解密码 就是你刚才 CS说那个摸电脑 就知道你刚才看过什么片 那是他 他能够做到这个 他能做到这个 高速处理信息 但实际上贤哲泰沙 是拥有那个 就是心灵控制的 他拥有心灵控制 当然后来心灵控制 被X教授给屏蔽了 因为他心灵控制能力比较弱 经常被人反噬 那就还是别用了 练好再说 他后来也加入了地狱火 对 咱之前说地狱火了 咱以前做了这么多期 今后还讲了这么多 万威的故事 好像地狱火俱乐部 还没有涉及 很少提 聊一聊 可以聊一聊 地狱火是这样 地狱火俱乐部 原来说是英国的国王 特别早期 什么伊士 他建立的 建立这个的时候 就是地狱火俱乐部 跟变种人没有直接关系 本身它跟变种人 没有直接关系 就是全世界最富贵的人 可以加入这个组织 形成一个权力机构 就是老百姓版的光照会 你可以理解为 老百姓版光照会 都有什么条件才能进入吗 比如说钢铁侠他爸爸 还是得有钱 你就有钱 你不光是钱 你说你中彩票 中了几个亿 那没有用 你得是有核心竞争力 比如刚才的爸爸军工 有钱加军工 对吗 要不然就是什么贵族 怎么了 我再说 对啊 比如说绿模 就是蜘蛛侠里绿模 那还是得有才 三个才嘛 你从哪来这些词 三才俱乐部 对就是你得真的是形成贵族 而不是这种暴富的这种 就是你说的你得有才 有才还得有才 然后呢 这个俱乐部开始是这样的 其实都是人 但后来呢 后来被一个叫肖的人 这个给逆反了 就是他们这个俱乐部 也知道有变种人 他们就想灭变种人 是怎么样吧 反正就是早年间的事 俱乐部里边发现 有人是变种人 有人是正常人 就发现世界上有变种人 然后后来被一个叫肖的 这个变种人给毁了 就是肖把这俱乐部给毁了 就把这个俱乐部老大给宰了 就反正给打败了吧 这肖就成老大了 就变成这个变种人的俱乐部 就变成变种人的俱乐部了 这个肖是谁呢 就是第一课 《埃斯战警》第一课里边 那个最终反派 就是他的设定被调整了 好多久 对设定里边 就是这个电影设定里边 是这个他去什么研究万磁王啊 什么的 对吧 有那么一个设定 研究万磁王 后来他成了这个 这个地狱火俱乐部老大 然后呢 这个是最著名的黑王 他是最著名的黑王 然后 黑王 对 因为他是用国际象棋 来代表的每个人的职位 黑王 黑后 有黑王 有黑后 黑这个主教 就是我们中国叫像 黑主教 那个黑的这个 黑像 不是黑像 黑马 黑 黑猫 黑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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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 叫什么城堡嘛 就是这么去拍 因为是 因为你看 萧式的能力 我记得就是吸收能量 释放能量 他很厉害 他是黑王 最著名的他是黑王 然后白后是爱马佛罗斯特 就是后来跟了那个 跟了那个 雷射演 爱马佛罗斯特也在第一课里出现过 就是那个 广告宽儿里边 那个女主角演的 然后巨美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 整天总是穿个 到了俄罗斯 还都漏着肚气 你也不明白为什么 因为我特别喜欢爱马佛罗斯特 因为爱马佛罗斯特 我看过他单独的漫画 成本就怎么从贵族 然后由于他能窥视别人心灵之后 导致自己就崩溃 因为你天天能听到别人说心里话 时间很恐怖 他不能平利 就早期不会 早期不会这件事 然后后来就离家出走 然后进了地狱火纪罗布之后 开始大量的玩SM 然后 对对对 大量的玩SM 然后最后就是 最后是 他不是 他继续火纪罗布 谁跟他那玩的 就大家都玩 就大家一起玩 就有那个画 就画画了 就是他跟黑王站在阳台之上 底下就全是这个 就是他的性奴 都是他的性奴 所以随便耍 可怕了 让他没有超能力的耍 你琢磨吧 成人漫画的 对 然后呢 就是他后来 他后来 但是他特别逗的是 这白皇后就是 隐身说 多说一下 因为跟这里边有关系 后来这个白皇后 就是突然有一天 想当老师了 就是他是因为 喜欢了一个电影 然后忘了叫什么名了 在这个电影里边 他总会模拟 那个电影的场景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发现 他是想当老师 然后他就建立了一个 跟X战警对着干的学校 叫地狱师 我记得 应该是叫地狱师 就是 就是跟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 他就真的是 认认真正的当老师 然后但是他可能 行为比较极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次发生什么事件 他的学生都死了 他就崩溃了 就是 因为他带着帮学生 打仗去嘛 然后就X教授 就收留了他 就说你要想当老师 可以来我学校当老师 对吧 你就别在你那当了 来我这 所以他就加进了 这个X战警 然后在这个期间 当时 凤凰已经跟雷舍妍 两个人结婚了 就是谈恋爱结婚了 然后后来这件事 这个婚后生活不太和谐 因为凤凰就 获得凤凰之力之后 就可能跟金刚狼 没来眼去 他这个性生活不太和谐了 这个艾玛弗洛斯特 作为心理辅导师 一直辅导这个雷舍妍 最后他们俩就好上了 不是 你说说这个 就是什么 X生活这种东西 在漫画里都有 都有 就直接这么说 不是想出来的 是吗 性生活那块 有时候会隐喻 有时候会有直接的 就看你的那个漫画 是什么版的 你比如像 杰基卡琼斯 就会特别直接 杰基卡琼斯 就会写的特别直接 你以前说杰基卡琼斯 还有这个 对 黄色版 不是黄色版 成什么 21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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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届 21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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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就是 反正就是这个是白黄后 就后来成为了 雷射眼的这个 就是在凤凰死之后 成为了雷射眼的 这个伴侣 而且白黄后 就由于他的这个 在地狱火的出身 就形势非常狠毒 就所以他帮助这个 雷射眼 让雷射眼 同一个叽叽歪歪的 这么一个人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叽叽歪歪 你不觉得早期 叽叽歪歪吗 他后来好像是说 他成为真正的队长 特别狠角色之后的话 就那个时候 他其实已经跟白黄后 在一块了 对对 那会儿就是白黄后 在他背后 早期有点像咱们 这个三国里边 周瑜 老爱生气 你知道 其实能耐也挺 挺有能耐 但老觉得身边 老有一个 好像跟他能耐 差不多 还老抢他风头的人 那是一个艺术老师 艺术老师 艺术老师 洛根 就是确实是白黄 真是 你看 然后后来这个白黄后 就成为了 雷射眼的这个支柱 因为到 就真的特别感人的是 后来雷射眼 在故事里死了 去年上半年 最新的漫画 X战警 大战变种人 不是那个叫 错了 那个变种 X战警 大战一人足的时候 是白黄后一手挑起 因为他 谁死了 就打 因为雷射眼 他认为雷射眼 被那个黑富王弄死了 然后他要报仇黑富王 就是 就是真的特别 因为有一个细节 就是他 他就跟 就找朋友说 来帮忙干这件事的时候 突然 就是全身钻石化 然后有一颗钻石 从他的眼边掉下来 就是他哭了 就是他在哭的瞬间 他不想让人看到 然后他就自己钻石化 但是有眼泪 也是钻石 掉到地上 因为他想念 他的这个雷射眼 然后最后就为了雷射眼 闹得两边 大成一锅粥 他就是罪魁祸首 他真要打了 一人足 我跟你讲 那个设定 我觉得为什么看这玩意 特好玩 就是那个 黑富王 黑富王能力超强 就是 一叫唤就那个都正罪 只要一张嘴 就基本上 代表那俩人拉手 他不是把那个 半个月仇给弄 对 现在的黑富王更厉害了 现在黑富王更厉害 现在黑富王是说 已经到了身体 接近于浩克 然后我还拥有这个能力 就这么猛了 然后 这么厉害 那灭霸怕他吗 你怕 现在都怕 现在都怕了 就黑富王能力 但是就 真的假的 因为灭霸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手套的时候 就是跟他们 还是差不太多 也没有说绝对性优势 他优势是在于 我最后有了手套 很厉害 我最后有手套 我也非常强 然后 我说的是 这个时候 爱马弗洛斯特 这么一个弱女子 能力是溃探你的心灵 和鞭钻石 他居然敢单挑黑富王 就是特别聪明 他带着那个炫音去的 就是那个 在旁边弹吉他 对对 就我们讲那个 弹吉他 弹吉他那个 那个炫音 炫音的能力是吸光 就是说吸声 吸声音 然后是这样 就是他 他带着炫音 先把炫音派到了 那个黑富王 所在的一个酒吧 就是黑富王那会退 派了一酒吧 但是说酒吧之后 开了一场party 对 是啊 那都是这个路子 炫音在那弹吉他 在那唱歌 对对 是啊 就炫音一个人唱 炫音一个人唱 黑富王巨赴鸿门宴 在黑富王的酒吧 然后后来 这个埃玛就是约黑富王 就是在他酒吧见面 这样的话 他那个把 把炫音早就安排进去了 黑富王不知道 那个是炫音 然后就是 然后他们就 他把炫音也叫过来 就是变成两个女人 对黑富王一个的时候 就开始说话 然后就先 就是拿枪 还是什么的 就要挟黑富王 黑富王能服吗 就一定是 就是出声音 那什么 就是震你啊 然后但是他不知道 对面是炫音 然后他也不可能上来就吼 给自己酒吧再吼烂了 对吧 他就发了一个 非常弱的声音 就是想跟你打败了 就完事 但是这个弱的声音 被玛音给吸收了 因为他知道了 他就是 他一看对面 人吸收他的这个声音了 然后他就 脑子得转一下 我操之 为什么 就在这一瞬间 就在这一瞬间 爱马弗洛斯特 就是把胳膊变成钻石 卡在他的下巴上 你就不能出声了 就就这姑娘 就真的让人 为了爱情 就为了爱情 就就干这么 铤而走险的事 不是 就继续 就是给抓起来了 就给抓起来了 就继续了 后头骨 后头骨太长 后头骨 就有机会 有机会 我们那个 有机会 我们进化万化讲 具体后世如何 期待那个接下来 明镜奶 期待进化万化 对 然后对 就是说的这个 就是这回在天赋一兵里 就出现关说 特别酷的那个姐妹 那三个双胞胎 三胞胎是不公鸟姐妹 不公鸟姐妹 实际上真的是在 新生代变种人里边 非常抢眼的 他们是这个 刚才讲这个 爱马弗洛斯特的克隆体 据说克隆了一千个 就上千个这个 这个这个女孩 这些女孩的超能力 跟爱马弗洛斯特一样 就是可以 可以编钻石 可以溃探心灵 编钻石是后来练出来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 就是我可以控制你 思维跟叉教授一样 当然他们强点在什么 就是我们三个人在一块 能力就 不是乘三 可能就是三的这个 三次方 我要五个在一块 就是五次方 我一千个在一块 就是一千次方 就这些所有人在一起 就会变得超厉害 但是最后只活了五个 最后就开始是活了五个 等于他是克隆人 对他是克隆人 他长得也跟 爱马是一模一样 就基本一样 黄发就挺漂亮的 那种美国妞 那他的意识里 认同他的这个 克隆人的身份吗 认同无所谓 他们是这个什么 叫风潮式思维 就是咱这五个人 是用的同一个大脑 这神奇吗 你谈恋爱 谈一个就来五个 你想那姿势 因为他里边 有恋爱的戏 他里边有恋爱的戏 就是其中有一个 叫苏菲 苏菲的 就是他这里边 几个女孩 有一个叫苏菲 苏菲跟一个叫 叫什么 奥米加小子 就是号称 未来的凤凰技主 这个奥米加小子 是金刚狼学校里 最淘气的一个孩子 这男孩追过这女孩 这女孩不认可 他就是因为 大家在一块 就觉得那些姐妹 可能不太喜欢他 就是你要想谈好了 你也把这五个人 都搞定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他的 这姐妹仨人 他们不能跟那爱马 共存吧 能共存 他们后来成了 爱马的死忠 就是爱马的死忠 早期不是 早期就是什么 爱马跟雷射岩 其实他们长都一样 对 早期爱马跟雷射岩 搞婚外情的时候 是他们把这帮 不顾鸟去告的密 因为他们早前 特别讨厌爱马 然后去找凤凰 说你知道吗 你爷们跟我的 克隆母体在谈恋爱 搞外遇 你还不赶紧逮去 就都是他们写的密 但后来最后变成死忠了 然后 他说是五个 但是我记忆那里边就杀了 对 因为死了俩 死了俩 就是一个是跟昆丁 奎尔尔 奥米加小的谈恋爱 然后这两个人 都是精神力 最后抱走 他们打一种药 打了药之后 能变得能力爆强 这个叫苏菲的 为了制服他就打了这个药 然后能力爆强之后 死掉了 干嘛 这俩人 就闹呗 学校闹 然后 他们那个可能也是一种 自嗨的一种行为 还有一个叫 艾森梅的 就是这里边 就是天赋乙兵里边 这个作为主要的 那个布姑娘姐妹 那个艾森梅的 应该也死了 那个是后来跟着什么 这个 跟着中国的一个叫 观音的 这种的超能力者 对对对 后来据说也是爱上他了 什么的 最后被弄死了 就被弄死了 然后剩下三个野兵 他爱上人 反正中间有很多 很多复杂的故事了 太复杂 太复杂 对然后 最 那仨剩下那仨也没遭好 就是那仨后来是 其中有一个叫 这个什么 这个应该是叫 这个塞莱斯特的 他 他是这个 被艾玛要求 必须承接这个凤凰之力 就是 就让凤凰到他身体里来 然后到他身体里之后 他就发大招 把那个 就是他的1000个克隆体 他1000个克隆体被复活了 杀那1000个克隆体 最后杀了自己都疯了 就你想 就要杀1000个 长得跟自己一样的人 要不然那些人会做坏事 就都疯掉了 然后最后是说 老书包都不够用了 把他的 他就把凤凰之力 分到了 这剩下这三个女孩身体里 然后他的钻石 封到他那个心脏里 然后心脏 这块变成钻石 心脏变成钻石 能够控制住 这个凤凰之力 不再外路 不再逃跑 然后 代价就是他没有感情 因为他心脏变成钻石了 就不能拥有感情 他的仨都是 都是 所以特别冷 三个人特别冷 直到后来 据说这凤凰之力 还是跑出去了 他们就有了感情 而且再后来 就剩这三个人的时候 有一个人开始染发 三个人原来都一模一样 有一个人开始染发 你还为什么染发 咱仨不应该一样吗 就不行吗 就染 那我他妈我就穿短裙 就 所以现在这三个 已经不是统一形象了 但在天赋与兵里 还是统一形象 等于咱们今天说的 这些变种人 都将出现在 也已经出现在 都已经出现在了 对 第二季 现在第一季结束了 不知道第二季会怎样 因为第一季的结束 就是 这三个不姑娘姐妹 是代表着地狱火 代表地狱火 把北极星 他们拉进了地狱火 北极星带着 开始说 那个邪手姐妹里边 那个弟弟 都拉进了地狱火 那等于 这部剧 其实它主要矛盾 从第一季来看 其实还是 变种人跟人的 对 然后就选择 你是杀人 你是不杀人 你是更极端 是不极端 所以他 他有没有可能 在第二季 会出现一个 真正的反派呢 这个还说不太好 因为现在看情况 这个戏 他如果 他不是说 他不像一个电影 要迅速出现一个反派 进行决斗 他感觉是在展现 更详细的变种人的生活 是什么样 因为这里边 涉及到了很多 我们之前没看到的 比如变种人的看病问题 这我之前从来没想到过的 就是他们 就是变种人病了 要去看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说的 那个医院不给看 为什么 就是变种人的药太贵 就是你变种人 不能使人类的药 变种人的药 已经研发出来 但太贵 没有保险公司 给我们上保险 就是没有射保 对 就是变种人没射保 这是个多可怕的事 对吧 你头上的这个教育 你头上的几把大剑 号称教育 医疗 都在他变种人头上悬着 没地儿 就是不上学 他没有学校药 他因为你上学 同学就都嘲笑你 他们只能在那训练 咱们打仗 北极星教他们 咱们打仗 最后这个主人公的妈妈 砍不下去了 说打仗可以学 咱们也得他们学学代数 对吧 就是他把变种人的生活 表现得更淋漓尽致 更表现的是这种 我觉得就更明显 表现了少数人的问题 就是 我觉得他里边很多话 我看的时候特别感动 就是 就是这后来 他们变种人之间 还互相问 就说的 我现在发现有变种人了 三周之前 我觉得我还应该去参加 啦啦队什么的这些 对吧 就是就是 我没有这种普通的生活 他就会问一个问题 你是变种人 你需要普通的生活吗 其实这个真的是 有时候我没想到 就太多的时候 我觉得 那真的很能映射到 我们的生活 太多的时候 我们被强加于了 你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就就像春节 你你没结婚就会问你 你什么时候结婚 你都这么大了 你都快三十了 怎么还不结婚 对吧 我也特别不懂 你上大学还不 最好还别恋爱呢 我还着急 我呢 我要孩子 我还老婆 我都是这么大的 还没有孩子 你为什么 但是但是有时候就会想 我到底适不适合结婚 我是不适合有孩子 我是一个正常人吗 就是那个正常 所谓的正常人啊 就是所谓大家在教科书里写的 那个在初中高中大学 都没谈恋爱 比了业之后 就找到了一份月薪一万 而且结婚生孩子 这都不现实 对吧 这都不现实 但那是规定出来 好像存在的普通人 对吧 然后真的就是 太多时候 如果你过的不是一种生活 就会被周围的人歧视 被周围的人那说 然后里边有句话 就是我们是变种人 我们不是正常人 但我们也有爱 就是这个是真的 我看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 特别的感动 就是我们如果是特殊人 我们可能就真的 没有所谓的正常生活 我是在中学里边 地上匍匐前进的 你企图让我有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也不太现实 特别忧伤是吗 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其实 虽然我是一个变种人 我今天你的话说 我只能坦白这个事 你是举麦侠 我只能说 他可能跟那个 炫音的能力是一样的 能吸收声音 只能透露到这一点了 但你是不是很痛苦呢 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非常痛苦 对啊 就是因为没有给这些 我们告诉我们 我们该过的生活是什么样 真的就说实话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问题 我们严谨在干的 其实我并不想干的事 对就是这点 你说的就是这点 因为那件事 是所有人告诉你 你该去干的 你该去上班 你该去生孩子 你该去结婚 怎么样怎么样 该去干各种 你觉得 其实本身本质 也是非常傻屁的事 但你又不得不去干 对如果你不干 他们就认为你错了 对啊 如果你不干 他们就会认为你是个 这个就是这个片 最绝妙的地方 而且这个片的片名 就天赋异禀 它的英文名 来 就是有天赋的人 其实这个字的 词根是礼物 我觉得这是这个片 最妙的地方 你你你知念你不说 你非得而言 我英语不好 我怕发音又挨说 我怕发音挨说 就是就是就是 词根是礼物 它现在这个隐身叫 加了异地 是加了异地 加了异地之后 是就是变成了 所谓的这个天赋 天赋 它是一种被动时态 就是说我的天赋 其实是被赋予的一种能力 就这样的感觉 对 你被赋予了一个礼物 感觉是应该一时间快乐的事 这些拥有超能力的者 感觉都应该是快乐的 可是你去看看这个片 他们谁快乐 谁都不快乐 因为在一个大多数人 其实正常人这个词用的不对 有时候跟人聊 说正常人怎么怎么样 他们就是有些那些 理论上叫不正常的人 会纠正我说的 不叫正常人 是大多数人 真的是大多数人这样 你就该这样吗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 都有你的一面是小众的 都有你面是小众的 我就是不快乐 对 你只要过上 还要假装过得很快乐 对 就是这个片最核心的就在这 因为你要不假装过得很快乐 别人看到你的眼光会让你觉得更不快乐 所以你只能自己不快乐 假装很快乐 这样能平复很多事 我都有点激动了 真的是这样 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 像他最后地狱火俱乐部 然后不是地狱火俱乐部 变种人分成两派 一派的人就是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另外一派的人就是 我们他们就是变种人了 我们就得闹一闹 我们就得逗一逗 我们就得过点自己的路 跟别人不一样的 要我我就得这样 对 就该杀人的时候 当然他那个是片子里边 该杀人的时候 我得去干这件事情 该去保护人的时候 我得去保护人 该去弄什么 我就干什么 对 但问题是 没人给你发工资 你还是一个社会人 你的医疗保险 他们那些人之所以 去到地狱火俱乐部 是因为有一个前提的 刚才说了 地狱火俱乐部 有钱 而且那个组织 刚才我也看了一下 那组织之前好像是 X 不是X 是那个万磁王 好像留下了一笔 巨大的遗产 给到这个组织 万磁王在那当到我白王 刚才没说 万磁王在那当我白王 凤凰当到我黑后 有钱吧 有钱 那问题是没有组织 来收纳我 不过说起来 其实这就是迷茫 这就是这些 少数人的迷茫 地狱火绝对不是 一个好组织 地狱火绝不是 一个好组织 X战警有X战警的问题 兄弟会有兄弟会的问题 因为 因为这些人是小众 然后社会上 一直会排挤 他们自己都找不出 一条路 就是这帮X交授 万磁王或者肖 他们自己都不明白 自己到底该活成什么样 他们自己还在摸索 缺少一个 缺少一个思想 对 他们自己还在摸索 这个是 缺少一个 你的依据 缺少一个依据 对对对 没有万磁王 我觉得活得挺明白的 他就是过正常生活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 正看这个故事 它主要的故事 它发生在美国 但是你说 它这故事里边 会涉及到一些宗教问题吗 这个故事里还不多 但实际上 S战警里边会有 天使 天使 因为天使 就是S战警 天使不是都已经下来了吗 那个下来了 那个不就是掌尸板 对 那个是啊 就是说 戳号叫天使 不是 他就是说 他的祖上 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天使 那个夜行者 夜行者是人们传说中的恶魔 对 就他是有一定宗教的 后来那个天使 脑子坏掉了 疯了 就觉得自己 真的是传说中的天使 四处给人家治病 什么的 他是他的血 好像能治病 他的血可以治病 而且包括那个天使 四骑士 本身跟宗教 也有非常强的那种关系 就是他这个 还是比较文化融合 对 有关这个剧 肯定他还会虚定第二期 其实到时候 我们还可以聊一聊 但其实这部剧 咱一开始说了 他承载了 今年福斯的几个电影 你觉得他的剧情 会跟他的电影 有所联动吗 勾呛 勾呛 我觉得勾呛 会有太大联动 因为他是那个 金刚狼那个宇宙 但是我觉得算明确 说是金刚狼那个宇宙了 说起就是这几部 其实我最关 我本来最想看的是 三月份上的一个新变种人 结果现在挪到19年出了 我只能再等一年 咱不引进 还是 就是不是 就是美国换党 美国 美国那个推迟了 先上的是那个黑凤凰吗 先上死士 五月份提党 死士 然后黑凤凰 照这么说的话 那应该是已经拍完了 就后期 拍完了 应该是拍完了 因为很快都快上了 那个片我 那个片我非常就是期待 因为我知道之前好像放预告片 好像是一帮小孩 在一个很恐怖的 恐怖片 因为咱们聊黑暴里 其实说到了 就是这个迪斯尼收购 收购福斯之后好的一面 就是漫威宇宙体系 有可能更好的延展 但是实际相对 负面一点的 就是这种片是否 迪斯尼会给空间 对对对 咱们现在不管怎么说 迪斯尼一提到迪斯尼 还是米老鼠唐老鸭 何家欢 那种感觉的东西 还是何家欢的 对啊 而且你看你 何必先换新东西了 你能离这个 是吧 有点恐怖 就是福斯真的 福斯我觉得特别良心的 就在这 他把电影做的很极致 你看超级英雄片 出现了所谓的 或者喜剧黄暴的 此事 对吧 然后他又要推出新变这种人 是一个恐怖 剧恐怖 咱们那会还说 是不是海王能恐怖 跟温子仁导演导演 这回他这剧恐怖看着 我觉得可能有所顾忌吧 而且我觉得现在正处于 他们的新老班的交替的时候 是吧 真没准在调整 不敢顶着雷啊 不敢顶着雷啊 也没准 说不一定 说不一定 反正我很期待那个 我非常期待那个 到底都是 中外 黑凤凤 黑凤凤会比较有意思 要将引入外星人 这个明确了 将引入西亚族 西亚 西亚 这个不能说 西亚人 西亚人 好吧 那咱们接下来 有关变种人 X战警 这些话题 咱们可以留到 今年的一些 福斯的这些 对比里边 再继续聊 好吧 OK 今天就聊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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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